爱孩子,是父母的本能,不需要教,也不需要思考,这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力量,可就是这样的爱之身,使得家长对孩子的成长,学习,生活一锅抓,紧密把控,生怕哪个环节脱了手,孩子就落人一等了。 教育的道路且足且长,有一些道理,老是不会告诉孩子,但作为家长的你,却必须交给孩子,零一不帮三忙,包庇的忙不帮孩子之间的相处是很单纯的,他们有着拜把子的情谊,特别注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,就连闯祸撒谎也是一锅背。 朋友带儿子欢欢喜喜的回老家谈亲,却郁郁婉欢欢的回家,原来乐乐在家里交了好几个朋友,和那些孩子一起挖泥巴捉小鱼,每天都过得很开心,可是有天晚上,几个孩子一起放烟花,把村民远处存放的小草堆给点燃了,那可是别人用来烧饭的柴火,朋友气得对乐乐就是一顿暴打。 打完孩子,问是谁放的烟花,乐乐一口也不说,还口口声声嚷着,说了就不是朋友了,可把朋友气得不轻,包庇朋友不受惩罚伤害,确实算得上真朋友,可为人处事,犯了错就必须得引人承担,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,正为一个人好,就不能总容他犯错,抄作业的忙不帮哀,快把作业给我抄一下。 老师来收了,这道题怎么做啊,快给我挑一眼,我今天要去上培训班,这张卷子你帮我做好不? 这些类似写作业的话,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了? 现在的学生学习压力很大,除了在校要写作业,回了家还有高科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,又是因为作业太多? 孩子完成不及时,为了避免老师的惩罚,孩子们就会选择抄作业,可作业,是巩固每日所学知识的最佳手段,也是学业查漏不缺的不二手选。 如果选择了抄作业,可能就会错漏重要的知识点,对学习没有帮助。 试者,传道兽也、铁货也,孩子作业也不好可以请教老师,毕竟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,如果玩不成任务,也可以向老师说明详细情况,相信老师会酌情熟利。 而且,抄作业也会让人形成了依赖习惯,在学业上会变得更加懒惰,这对他们的成绩不会有提升作用,只会拖来后腿,大家都欧个忙不帮新闻上隔三差五的,就会出现校园暴力,校园欺凌的新闻。 每次看到都是一阵痛心,家长们送孩子上学,是为了学做人是文化,而不是为当商人的柜子手。 我们不阻拦孩子交友,是希望扩充他的交友圈,丰富他的业余生活,可看着如今校园里的拉帮结派,鼓励同学,我们不得不审视,孩子到底交的是什么朋友。 作为学生,孩子可以帮同学课后补习,也可以帮同学打扫卫生,但就是不可以帮忙打群架,欺负弱小同学。 学校,是一个青春洋溢的知识乐园,孩子们在里面应该汲取书香和墨香,拒绝戾气和暴力。 林二不犯三气,不犯脾气朋友的儿子乐乐,是个典型的缺孩子,每次出门,乐乐看到玩具,特别是变形金刚类的,总会迈不开腿,尽管家里已经有了,但还是要让爸爸妈妈再买回家。 对此,朋友很无奈,骂也骂过,打也打过,但孩子就是铁了心要买,一不一他就一直哭,闹得人烦死了,也不知道这却性子随了哪个。 相比这也是很多家长经常面对的难题吧,但很多时候,家长都只是将这种现象更难为孩子小不懂事,并没有正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孩子脾气却,总爱和爸爸妈妈唱反调,代表他们已经有了自我意识,具备了丝毫能力。 这时如果家长一味的纵容,不能耐心辅证他们的撒泼,会滋生他们性格思想的粗暴生长。 比如说,他们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,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,固执己见,只认此理,不能学会融会变通,对今后的学习,乃至未来的工作,都没有一点益处。 不犯交气前几天坐公交,车上发生的一件事,让我记忆犹新。 当晚正直下班高峰,公交车内很拥挤,期间上来对母女,没过一会,那个约七到八岁的小女孩就大喊道,我不喜欢人太多。 这里好急,说完音音的哭了出来,女孩的妈妈忙哄道,这是下班时间,人多没办法,等下车就好了。 女孩不一,照样哭诉,我要下车。 对女儿无可奈何的妈妈,还是在下一站带着女儿下了车,人们都说童言无忌,听听就罢了。 可我却不这样认为,现在的经济水平比较高,而家庭也就只有一两个孩子,养育孩子冲得厉害,可这样的爱护,换来的却是孩子一个比一个娇气。 出门走两步路就喊累,帮妈妈扫个地就往外跑,遇到脏点的地方就喊臭。 这样不能受苦受累的孩子,长大后你还指望他有什么出现呢? 要知道,一个孩子在三岁前,交气是没问题的,但要是过了这个年龄段,交气就会演变为蛮横,不讲理,自私自利。 而且在生活中面对挫折和难关时,只会想着逃避,让父母帮自己解决困境,是一个懒惰,只懂享受不懂付出的人。 不犯小气,我们常说分享是一种美德,孩子懂得分享,是一种善良大气的表现,可在一些家长的眼里,孩子小气才聪明,才不会吃亏。 有时,孩子耍变小聪明不可厚非,但若是太过精明,一草一木算得分文不落,这就成了斤斤计较。 对孩子而言,分享是一种坏乐,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有一年合计,有了他,生活会更温情,思想会更开阔,友情会更牢固。 一个只懂得想算盘的孩子,不会体会到与人为善的乐趣,不会懂得分享的充实,有的只是狭隘的性格和难以放宽的眼界。 有一句老话,是这样说的,小舍小的,大舍大的,有舍有得,不舍不得,在这个世上没有吃白食的好事,要想有所得,自己就要先学会舍。 零三不交三有,无是生非的人无是生非,无中生有,这类人最喜欢散播谣言,挑唆离间,心情好的时候,就陪着喧聊两句,遇事不顺,就等露出几件让你难堪的事,再添油加醋,导致事情往极坏的方向发展。 这些人通常没心没肺,在任何人面前造谣都无所谓,流言蜚语是最伤人的,伤害个人,孩子和家庭。 记住,无是生非的另一面就是刻薄,自私,为所欲为,而这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,躺进血液里的,如果孩子身边有这样的人,尽量并而远之,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。 两面三刀的人,有一种人,平时喜欢对人指手画脚,各种不满,恨不得天天让你穿小鞋,但一旦你给予他一些小恩小惠后,他就开始对你转换态度,对你背好。 这种人没有自己的原则,很可能别人给他一些迎头小利,他就选择出卖朋友,出卖家人了,不要对这种人好,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在背后插一刀。 这种容易被收买的人目光大多短浅,只知道关注眼前的一些小利益,不会长远思考问题,一副小人嘴脸,只会让人觉得倒胃口。 气宠凌弱的人人穷的时候,就像地方的蚂蚁,谁都看不起你,心情不好还会踩你一脚。 团子妈记得,莫言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,回忆起小时候因为家里穷,跟着母亲去拾锦卖岁,结果被手卖人殴打。 这个世界对于穷人从来就没温柔过,不分阶层,不分年龄,也不分情书。 学校里有些小爸妈专门会欺负那些穿着普通,没什么零花钱的孩子,他们觉得羞辱他们会显得自己很厉害。 殊不知,每个欺穷的人,都尝着一张阴险吊炸,比铲妹的脸,与之对应的,他们还会对一些富二代低头哈腰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君子之脚蛋如水,成为了一句笑话。 我不希望孩子成为贤平爱富的人,我也不想孩子因为金钱,而丢到做人最基本的道德,告诉孩子,身边有这样的人,一定要远离他,越早越好。 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,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,没有教不好的孩子,只有不会教的父母,教育的路很长。 不要向着一蹴而就,保持耐心,保持信心,孩子中有一天会有成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